就是一个图片的名字 所以我们跑一下 稍等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跑完之后就出来了 这个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看这里的 这个INCNodePriority 这一个东西 它的这个东西就是说 它的值越大 这个X变量跟Y的一个重要性就越高 所以我们就看前面的就好了 看前面的这些 就说明了 如果我们要取 就是我要取变量的话 就是尽量从 就是取前面的几个变量 就是来扣造我们的这个模型 就是一个比较 就是从这个思路来说 我们是要从越靠前的这些变量来取 我们的模型就会越准确 这就是通过这个随机森林来获得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请明信的